我没到时候 没腌透的时候 你也不能吃 往上太长时间了 你还是不能吃 咱们就问问大家伙 常实性的东西 一缸酸菜 就自己家鸡的 我不管你多大缸 鸡了多少斤 我不管 你家鸡这些酸菜 在多长时间内能吃完 我家年年买酸菜的时候 买白菜 基本上都11月末 11月末月末 然后腌将近两个月左右 基本上就赶着吃 过完年没几天 基本上就吃完了 就清缸了 三个月一里吧 对 差不多 我一般在春节之前 两个月左右 我就吃的剩下了 吃不了了 我就给它切了 洗一洗给它切了 切了之后 我给它冻在冰箱里头 完了过年夏天 何必吃 就是今年夏天 完了是六七月份时候 我再吃 我基本上一个月以后 我就清缸 能吃了吗 对 不是吃不了 我就全冻上 因为啥呢 我觉得就是 咱们老百姓有一个 我不知道是 没有科学一句 我不知道 反正过月 我才能吃这酸菜 对 鸡透了 然后吃上个八月吧 基本上我就都清缸了 因为我也听说 好像是时间越长 越不那什么 早冻也是冻 晚冻也是冻 冻完以后 我就一样还那么吃 大约点 过了一个月 一般情况下 四十天到四十五天左右 就可以腌好了 是不是这样的 就腌透了 到多长时间 就说您第二阶段了 到第二阶段的时候呢 我们那时候因为冷 所以都在外边 酸菜缸都是冻着的呢 所以呢 吃到来年三月份 也很少有中毒的 但是现在的这种 中毒的现象就多了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酸菜缸热 时间一长就不行了 过去大约到四个月 到五个月 现在绝对不可以超过三个月 Untertitel 我